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麦克 呃呸 我是纯哥哥 那么最近呢 看到一些小伙伴老师问我说这个新手教程 新手应该干什么呀 怎么操作呀 我第一次玩线上啥也不懂啊 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们出一个这个保姆式的一个教程啊 希望你们看完了之后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了 然后呢 首先现在我在线上线下模式 然后呢 我们要进线上啊 进线上呢 怎么进呢 第一次进的话啊 在这里 这里ESC点一下之后到这个再线啊 这边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啊 进入GTA再线模式啊 或者选择角色 好 我们这边进去 啊 在进这个在线的时候一定要把加速器开上啊 要不然你会一直进不去啊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界面就是啊 创建角色的一个界面了啊 嗯 这个界面的话有点和谐啊 好的 那么啊 我们现在呢 创建角色第一步的就是捏脸对吧 捏脸啊 这个捏脸呢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你可以去找一下那个捏脸的数据也可以自己去捏啊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就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脸跟跌上 这边是可以换男女的啊 啊 这个遗传 就这样去跌 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数据 啊 我个人感觉是 应该是这个女的他 他 他跟 哪一个男的长得比较漂亮 啊 这个男的克劳德 克劳德跟谁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啊 对 就这个阿尔米利亚 OK 就随便列一下啊 你们自己到时候去研究吧 好吧 然后取个名 这里取名的话随便取 因为他不会保存成为你的名字的啊 他这个呃 只是有一个象征性的啊 好的 然后我们就确认了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看云的一个阶段啊 我们就在这静静的等待就行了 好了 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战局里面之后啊 我们会以一个自己捏好的形象出现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进来之后啊 这边的话他是没有钱的啊 我这个是因为呃 我有另外一个角色 所以他这个钱他是公用的啊 所以说呢 呃 呃 就是意思什么呢 这个现金的话就是自己身上带的 然后银行的话就是啊 你账户上有两个账号 你两个都可以有这个钱啊 啊 然后呢 我们进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就是 什么资产都没有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你是这个豪华版的话 你是豪华版的话 你的在线里面是可以领到一个新手包啊 就是领资产啊 领载具啊 领枪都可以领的啊 那么你如果说你的账号刚买的 然后你可能领不了 你得等个七天左右 他会把这个新手包发放到你账户上啊 你就呃 等着就行了 那么你第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步我们是没有任何资金来源 也没有说这些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些小任务去做一下 啊 点上的这些T啊 U啊 M呀 G呀 这些都可以去看一下 啊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任务去做 顺便了解这个城市里面啊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那这个 喷漆店啊 这叫改车王 那这个是服装店 这个是发型店啊 然后这个是卖卖车的 还有这个是武器店啊 这些我们都要去了解一下啊 对这个整体这个洛盛都的一个啊 整整体大概一个了解一下就OK了 然后这些任务的话 我们就弄个车去逛啊 怎么弄车呢 弄车就是看到这里啊 直接找他借一下 对吧 哎 这样子就行了 嗯 然后呢 就是我们第一步就通过这些小任务去弄点钱 弄点钱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买一个公寓了啊 就像这个公寓 这个公寓看见没有 这个公寓我们买公寓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手机啊 这个手机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信息的啊 比如说短信啊 电子邮件都是有一些很多的内容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会让你在里面看到一些啊 比较有用的信息啊 短信看见没啊 还有这些对吧 然后呢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购买东西的渠道就在手机的这个网络里面啊 网络里面的话 我们买东西买买这些载具也好 买这些啊 办公室呀 房子呀都好 都是在这个啊 都是在这个手机里面操作的啊 这个手机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一个东西吧 那么还有一个做任务的一个快速做任务的一个办法啊 点开这个 ESC啊 然后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在线有一个 呃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任务啊 对就这个猜试 点开这个猜试里面我们点进行猜试 然后我们去我推荐你们去玩一些猜试是什么呢 啊就这个R星制作这里面 然后有一个是这个任务这里面啊炸毁汽车呀 然后还有还有一些啊像这个暗杀呀这些任务都可以去做一下啊 这些任务都是还有今日GTA这些这个任务啊这个任务的话基本上每每一把都能拿到这个两三万吧啊 呃这个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大概一分钟的话啊不大概一个任务的话大概在 五分钟左右吧五分钟左右做一个任务啊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新手绿玩嘛对吧 就这个游戏整体的一个玩法啊做这些任务其实也蛮快的你像五分钟一局的话 对吧一个小时也能搞一个 三十万等于说你干干一个小时就把一个房子干出来了 一个房子最便宜的公寓的话 二十万左右 然后你 这里二十万左右买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公寓的抢劫任务 比如说呃这里面这个房产 对吧高端 中端 高端的是往下翻 最便宜的 这里 啊这个二十万 这个公寓就够了 啊然后 买完了公寓之后 买完了公寓之后我们看一下啊 你先去公寓里面吧 首先我们买完了公寓之后我们并不能折托 直接的进行一个做任务啊 啊那么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个公寓的一个情况啊这边就是一个客厅啊这边这边的是一个啊 会客厅吧 嗯 这边是厨房那边这边是可以在这里喝酒的嘛对吧 好 然后呃下面的话就是卧室呀那些啊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啊公寓最大的用处就是在于他的这个啊 啊策划室 在这个策划室里面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公寓抢劫任务啊这里有 总共有五个猜试第一个是全服第二个月遇啊这个任务呢他是每一个比一个比一个钱挣的越多啊 全服全服的话啊虽然说真的少但是他是最简单的一个啊两个人就可以完成 然后呢底下的像到了太平洋的时候我们打一把的话应该可以赚到一百多一百多W啊 啊然后像这些啊都是可以啊帮助你挣钱的 所以说啊公寓抢劫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啊非常那个的或者就是说你任务在呃你做完一个任务不是有冷却吗 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按一下Q然后加入别人的那个里面然后去叫别人给你分红 对吧也可以分到一杯羹那么我们做这个任务就是进来了做这个任务的时候首先我们买了这个公寓买了这个公寓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看打开地图去找到一个L的一个标志啊 然后就是呃去找莱斯特谈话然后到他他的那个他他不是有个工厂吗 我们去他的工厂里面跟他啊把那个剧情啊看一遍 然后过来公寓等着他弹出这个任务就ok了 嗯这是公寓抢劫的一个玩法 那么我们公寓抢劫这边对吧赚到钱了之后 我们下一步应该去玩些什么啊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玩法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玩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玩车 对吧玩资产 像我们这个公寓里面都他都是有车库的啊 每个车库应该都是能放五到二十辆车不等 对吧我们后面的话钱随着我们的钱越挣越多 对吧我们也会呃 车子放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有一些需求像公寓啊 还有办公室这些都是都是需要我们去买的 所以我们的钱啊挣过来然后肯定要花花掉 所以会持续不断的去挣钱 这种玩法就是对于萌新来说是一种初戒的一个玩法啊就是挣钱嘛对吧 然后玩到后期的话我们就是去呃 跟人家跟朋友啊一起玩一些呃 就像飙车呀对吧 还有飞机大战呀这些 这些都是最后后面一个玩法 这种玩法呢就是今天我所说的就是纯绿丸的一种萌新一种玩法啊 呃今天呢我就不跟大家去说哎开科技这一块的啊 因为怎么说呢你先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个乐趣啊 当一名逆玩等你玩的差不多了你再去哎 该去弄一个的科技再去跟别人玩那时候到时候再说好吧 啊那么以上就是对于新手刚刚进来农新怎么去玩这个游戏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保姆斯的一个教程啊 如果你还有一些什么疑问之类的话啊可以私信给我啊 或者我们这边也有那个我主页那边有一个开黑的群啊 你们可以找到我也可以在群里面问一些大佬啊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